大家好 现在冬天来了 天气变凉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在后院做了些什么 来准备过冬 果树上的果子都基本上收了 我们也对树木进行了一些修剪 这是五花果树剪下来的枝条 我们用一些来做千叉 如果存活了的话 明年还可以送朋友 紫微花也都卸了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修枝 把它剪短 紫微花剪下来的枝杆 因为它们比较硬 而且直 所以我们就留着它 准备明年种瓜 种豆的时候 用来拔架子 这些叶子把它铺在树根上 给土壤保湿 腐烂了也是好肥料 其他的一些树和虫木 也铺上了一层mulch 可以保暖 帮助过冬 该收的蔬菜 都把它们收掉 这些红薯叶是特别怕冷的 雪里红也可以收了 还有一些小萝卜 还有一些小萝卜 也收掉 该拔了 就得把它们拔掉 这些藤 是做堆肥最好的材料 留着做堆肥 然后把地翻一遍 让它们晒两天 把里面的杂草籽 虫暖都晒死 或者是冻死 这样呢 会减轻一些杂草和病虫 明年会相对轻松一点 当然不可能完全的剁绝 晒两天以后 在土地上铺一些肥料 把它们混合起来 有一些蔬菜 我没有把它们全部剪掉 像这些辣椒 今年长得特别好 现在还有几颗把它们收掉 然后就给它们剪枝 把上面的枝条剪掉 留下底部的根和几个芽点 像这几个也都是这样 希望明年开春 这些芽点边上都会长出来 新的辣椒可以早吃 还有这一颗辣椒 自己在树底下冒出来的 现在还在长 所以也不准备剪掉它 有大树给它避风 应该能过冬 不过天气预报说 这两天降温厉害 先给它插上几根杆子 再给它套上一件T恤保暖 还有这颗西红柿 叶子都冻成这样 还有几颗小西红柿未成熟的 在上面顽强的挺着 也准备给它们留下 盖上一件T恤 希望它们能安全过冬 这些小花木得重点保护 给穿上一件棉大衣 还有这些木耳菜 是从朋友家移苗过来的 今年移的比较晚没有吃够 我在剪叶子的时候 也留下了一些芽点和根 先这样留着 最后两根丝瓜收下来 剪下来的藤 是做堆肥的好材料 听一位种菜的达人说过 他们剪完丝瓜藤 会接丝瓜水 今年我也照着做了 丝瓜水可是天然美容复复品 下期我会介绍 怎么样收集丝瓜水 爱美的女士可别错过哦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丝瓜 丝瓜根我也留着 明年可以早吃丝瓜 要是冻死了也就当成一个试验 还有一些是种在脖子里面的花草 暂时先拿到实内来 避过这几天寒潮 还有一些他们看寒的那墙 适合于冬天种的菜 就不用管 稍微加点肥就好 像韭菜 十字花菜 大白菜 还有这些我从朋友家 移过来的窩水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那您的后院准备好了吗